不過我們今次就想集中說一下 我們《經濟日報》就有個專欄作家叫劉德斌 就是非常資深的專欄作家 他就把港股不是藍籌的一個市值的表排出來 不過現在我們都明白一些字比較小的 如果觀眾朋友有興趣可以上我們的網頁 看看劉德斌的列表和他的詳細分析 不過他的分析就是說到他有一點想潑冷水 他就說有些大家覺得比較重磅的股份 就有機會落空的 不過我也想大家看看他的看法 我就有一個再抽取了他的建議的表出來 他就會覺得由於今次的貴檢 就要考慮財務表現 所以譬如坊間有些估計 例如快手、京東健康或恒大汽車 雖然市值是大 但他就覺得入圍機會一半半 他反而看好就是我們版面看到的幾隻 例如斯摩爾、碧桂園服務或潤啤 他覺得似一線的 例如中國飛鶴、農夫山泉、忠心或漢心製藥 亦都有機會以刺熱的姿態 成為首階段染藍的股份 其實坊間的估計就有很多 Thomas 你又有沒有一些深水股份 覺得接下來星期五公佈會染藍呢? 結構方面 其實由去年八月開始時 都已經有一個轉變 無論是現時或八月之前 恒指的成份股安排 都傾向金融股稍為佔多一些 如果你看回上年八月時 權重方面是佔四成多 不過現在多了一些新經濟股引入時 其實已經落到三成多的位置 反而一些新經濟股 有一個明顯方面的轉變 上年八月時 只有騰訊一隻明顯的新經濟股 權重也是10%鬆一點 但到了二月貴檢後 其實新經濟股的權重已經超過26% 已經在幾個月中 有一個明顯的調整 再加上近期 科技股的表現相對上一般 所以我也會同意 剛才我們看一個版面時 都是稍微是一些傳統經濟股 跑出的機會就比較高一點 我自己暫時去看的時候 我會比較看好理領 因為近期 除了在財務方面的考慮之外 恒指納入成份股 還有市值和股份的流通量作為考慮 這些都是一個明確的指引 除了這方面之外 我自己覺得股價方面 都值得大家來參考 我相信恒指服務公司 都希望納入一些強勢股 進入恒指時 變成貴檢完後 納入一些新股份進入時 相對上來說 對於恒指方面 都有一個靠穩的表現 這也是會考慮的 另一個方面來說 其實未來的趨勢 應該納入的成份股會越來越多 可能現在市場股大約60隻 未來的目標最終會去到85隻 所以未來的貴劍 每次都會加幾隻進行 如果你在說什麼 我想不審再知道 那麼既然你去審價 怎麼會被這次 開場的呼籠 課長 你耍